歡迎大家收看東岸生活誌 這個二月就過了 今年就是孕年 所以就有二十九日 有幾件事 二月、三月一定要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是在加拿大住的 或者是工作、學生也好 二月、三月一定會收到一大堆的T蜜 如果你有收入,你就有T4 即是你去年賺了多少錢 做工的時候 這個是要報的 第二件事,如果你在銀行 放了錢進銀行 儲到錢,收到利息 你就會收到T5 這個是利息的 如果大家有買那些什麼 Metral Fund、ETF 可能會收到T3 Trust 這些全部都要報的 報稅的時候 如果大家填過報稅表 因為加拿大報稅 在我的經驗來說 現在是很複雜的 如果是上網報稅 很多時候 你一說登記了 下了你的SIN 已經 你沒得騙的 這些雇主好 或者是銀行 或者是銀行 去給那些什麼T5 T3 雇主T4 已經有一個電子副本 就給了稅務局 所以你就不要說 漏一張 沒有的 即是很少 不可以說沒有 你可以在稅務局的伺服器 自動的下載 看也不用看 即是刷也不用 刷些數目指 自自然然在你的戶口裡 整了出來 嘩 真是 那 講到明白 這些有陣事是他有錯的 所以你就小心點 不要相信他 要逐個逐個查清楚 有些就要自己點數目指 什麼自己放進去 例如你買了一些藥 或者是給了醫藥保險 那些保費 買了那些藥是醫生給的 甚至是配眼鏡 那些可以扣稅 這些要自己 即是拿些單 這樣就逐張讀進去 是十分繁複的 就是不做都不行 還有如果尤其是 是香港來的 在香港還有資產 有層樓 或者不要香港 全部在這裡 你買了什麼 蘋果股票 這些 你就要填 如果是高過十萬元 加幣 夾夾賣賣 不是每一隻 夾夾賣賣 高過十萬元 你又要填另外一堆 form 天不知 1135 又要填 我已經說明 我這裡不是給稅務意見 我不是這些人 說明我不是 所以你填一堆懵 如果你要意見 你真的要找些專業人士 我自己 很多年前都自己 真的不斷自己 讀自己讀 讀到我真是煙燻 頭昏老丈 所以都要找些專業人士 來跟我做 真是受不了 一來自己 可能是年紀老了 二來懶 實在 計算起來 都不是很多 但是 政府那裡 越來越拒 要搞得 古靈精怪 自己讀 就未必是 搞得 我經常都怕 填錯東西 所以找人 沒有辦法 說開 報稅 T4 你每年收入多少 這個今年 這個 孕年 就多了一日 2月29日 但你知不知 如果你是 月薪計 尤其是年薪計 第二 你不是時薪的工人 hourly pay 如果你是 salary pay 即是一年 你的收入是多少 跟僱主說 每年 這裡不是香港 我一個月給你多少千 多少萬 這裡 就說 年薪多少 年薪多少 年薪五萬 年薪六萬 年薪二萬 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是那些年薪 即是 salary worker 你可能 2月29日 你就白做 為什麼呢 因為聘請你的時候 我每一年 你的年薪多少 即是 你除了 每一年有多少日 你除了多少 每個月 就給你一張 pay check 給你 這個月多了一日 你是不是收多一點 不是 年薪都是那個價錢 就是 那份帽子 就大了 即是 喂 即是 你實在 你 29日 做事 你是 白做的 你是 沒有 另外一日 的人工 總之 是少了 比其他 其餘了三年 你是少了一日 你收少了一日 人工 這個 在這個 國家 裏面 就是這樣 計算的 我不知道 香港是怎樣 但是 時薪的 你譬如說 喂 我要整車 多少錢 一個小時 真的跟你 做了這麼多個小時 你就要給這麼多個小時 時薪的 那就 沒有吃虧了 我真的 做了這麼多個小時 但是年薪 你就 吃虧了 喂 有沒有投訴 沒有 除非你那張合約 說到明 潤連 就多給你一日薪 這些 我就未說見過這樣的 即是年薪合約是這樣的 所以 打工的 是年薪的 你吃虧了 但是在整體 一個的城市 一個的國家來說 就是好事 為什麼呢 今年 潤連 多一日 即是多一日的生產勞動力 多了一日的時日 是來勞動 是來生產的 所以GDP 今年如果全部是平的也好 應該會高了一點 那一點都 有陣子是有影響的 不要說沒有影響 這個很重要 所以 對一個國家的GDP來說 可能就會 是去Bump Up 少少 雖然說就說少少 就是 看看吧 都行的 好了 那昨天還有些什麼事呢 我現在 即是董案生活志 當然是 先講講董案 昨天這裡有兩個省 Nova Scotia和PEI 都是有budget的 即是有一個 全年的財政預算 說就說 預算而已 實在大家都明白的就是 即是說 喂 第二年 或者現在開始 要有沒有加稅啊 那些服務有沒有減啊 哪裡 開支會加會減啊 那最重要是 就是看那個荷包 喂 就是收了那些人工回來 要交給多少公家的呢 即是納稅啦 那麼 其他的省我不知道 起碼 Nova Scotia 即是說了很多年 被人罵很多 是這個政府 今次是提議一件事 就是 Index的Tax Bracket 即是中文我就不知道怎麼說了 廣東話 即是那個意思 如果在香港也是 你賺那麼多 即是透過 你賺多少錢呢 就收你多少% 再另外如果高於這個 那一部分呢 就收你多一些 如果你再賺多一些 那一部分呢 更高一些 就更 即是 那%就更要收你多一些 如此類推 那我現在都搞不定了 有多少個bracket 即是說 你賺的錢是越多的話 如果你是頂了去上面那個bracket 忽然間 你多了那一部分 就多了個%是很多稅的 那麼 那麼 理論上 很多人都說 喂 你賺多一些錢 就多了些稅 這個是真的 但是呢 那整個bracket裡面 不單止是多一些 而是那個bracket的percentage 都是高了的 但是呢 啊 衰就衰在 現在這麼多年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話就說2% 一年2% 這個是compounding 複息計 很重要 好 今年又更衰 即是去年更衰 5% 7% 9% 即是說 你賺了些錢 雖然銀碼是一樣 但是你買的東西是少了 OK 那你跟這個 你老闆爭取 爭取 爭取 老闆說 看你都這麼慘 哎 加你薪 你又做得好 那還糟 因為加薪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頂了你那個人工 就上了一個高一些的bracket 因為 不是 只是因為這個inflation 通貨膨脹的問題 喂 我要追通脹 跟老闆說 老闆說 好吧 通脹多少 5% 我加5% 真的很好死 但是加了你5% 雖然你的購買力是一樣 但是 納稅那裡就不一樣 因為你頂高了 你上了一個的bracket 那在那段來說 那個抽稅的percentage 忽然間又多了 即是理論上 你就可以捱得到通脹 因為那個老闆好死 但是稅務局就沒有把這個 那個上限線 就同樣的 同percentage的提高 所以 哇 即是 這個財政預算 它連這個 tax bracket 那個銀碼 都是index 即是跟了通貨膨脹 即是說 如果通脹是5% 那個bracket 就相對 就會升高5% 即是 你真的要賺得高 高個個通脹 你才要多拿一點水 那實在 都是公平的 即是實在應該做了很久 因為這個叫做bracket creep 即是 即是 你的購買力實在 你就不是多了 但是 政府的手 就插了到你的荷包那裡 你可以用的錢 錢就少了 現在 起碼在這個省的政府 就說 我連那個bracket 都index它 那這個是好事來的 實在 這麼多年沒有index 那個bracket 應該 就 要頂高一點 頭一兩年 要追回以前幾年那條數 但是 那當然沒有了 那 那 政府已經是 在這樣的機會 已經是 收少了 有少一點的收入 但是對納稅的人來說 是好一點的 溫和一點 還有 除了這個財政預算 你要納多少稅 那福利增加多少 有沒有增加 那當然是這幾句 尤其是 省政府的預算 最重要是兩件事 一是醫藥 一是教育 那在醫藥來說 就是health care 就說 大洗特洗 真的 過一半的 這個省政府的收入 是給了health care 但是 怎樣也好 你 真的醫生不夠 護士不夠 那你要訓練一些 多一些才行 那 他是不是真的訓練多一些 多一些的醫生 護士護理的受訓呢 那 我就聽不到 那 你就是 都是煩的 就是搶醫生 那 教育 多一些 實在 這一度 我亦都在很多 以前的影片說過 專上教育 即大學那些 一直在收緊水 那 現在聯邦政府 就限制國際學生 看看這些大學專上學院 是怎樣做 還有 連帶說一下 我在前幾條影片 說了 Mong St. Vincent的教授 那些 罷工 現在還在罷 這段結 真是 哇 真是 禁了一整 零下十幾度 哇 他們在街上 做picket 都頗辛苦 實在 總之 算起來 真是 都是 deficit 都是要借錢過活 省 不是有盈餘 是有赤字 大量的赤字 還有一個 洗費 這個洗費 就是for homeless 即是那些露宿者 怎樣安置他 省政府好 即是買了很多 那些 palette home 小的房子 那些 trailer 那些 就 給這些露宿者住 在Halifax 這個城市 已經有幾個 露宿者的 site 那個city 就說 真的要 斷你電 不要再在這裡睡 即是叫他們 入shelter 但是 有很多 都說 不會入 你拘捕我 就拘捕我 你公有公說 婆有婆說 你又說 政府 無論是省政府 市政府 都好 就說 你這樣露宿 即不是說 只是屎容的問題 是對你們 人命的安全 都是 不行 昨晚是零下十度 那你就很不行 如果你在帳幕裏面 說要 弄一支火 即死得人多 隨時 不行 那 要他們入shelter 有些 就說 不入 為什麼呢 我入shelter 我沒有自由 因為你那些shelter 十一點就說 要curfew 就不可以出 不可以入 我不想 我要自由 自己說要什麼時候出入 自己作主 這一個 唉 真是 你們 我 我不說了 真的 這些全部是政府給錢的 這些 什麼政府給錢 是 全部是納稅人給錢的 政府的錢哪裏 是 是 但是 他們有 那些shelter 不要 太過多人 不夠 不說了 好了 但是 這個 財政預算 無論是 Nova Scotia PIO 我不知道 Ontario 或者 BC 或 Alberta 完全是有赤字 即是說 要花的錢 一定要花的錢 是多過 所有的財政收入 稅收 這樣 那怎樣 不夠錢 不夠錢 要借 這個是deficit 在我的印象中 這個省有 surplus 有盈餘的年數 真的不是很多 大部分的年 那些財政預算 都是赤字 有一兩年 很久以前 是有盈餘 但是現在就沒有 有赤字 借錢 借錢 這個是這裡的常態 這個是systematic 很難搞 我很記得 有一些年的時候 有 surplus 那些人就後住了 喂 有 surplus 要花多點錢 等到沒有 surplus 喂 如果有 surplus 我很記得 有一些財政部長說 將它還債 讓我們的deficit 是小一點 可以 要付的利息 因為借錢要付利息 就還債 我們以後 不用付這麼多利息 但是這裡 很多人 就罵 不行 有 surplus 要花在人家裡 喂 你們以前 這麼多年 才花未來錢 還緊一點 不要繼續 不停越來 就越給多點錢 但是有一派的人 一定要洗腳 不抹腳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幫人 不停花錢 這樣才可以 算得到 有好處給你 你就投我票 這一個就是 To bribe someone with their own money 很多人都是 隔壁那個 叫有錢人付 我不付 反正都是有錢人付 每個人都說 隔壁那個人付 總之要我有好處 這樣的心態 這次都是有赤字 沒有辦法 看看這裡的經濟 如果是好一些 稅收應該會高了 我可以 給這些赤字 可以減 希望 不單止減 我的希望 就是 有盈餘 就是 我是誰 但是 這裡普遍的人 都不會這樣想 因為 每個人都想有好處 這個沒有辦法 看看 這是省政府而已 聯邦政府 因為現在自由黨 和新民主黨 手拖手 打肩膊 那時候 就說有farmacare 即是說 不單止看醫生 不用付錢 還要 藥都不用付錢 現在就說 就立會宣佈 就說 如果你有糖尿病的 那些藥是政府給錢 節育那些 政府給錢 現在人口已經越來越不行 出生率越來越低 政府還要給錢 是啊 這段結 我很明白的 譬如說 糖尿病 沒有人想會有糖尿病 但是 那些藥費是很高的 很多人 那份工 是沒有醫藥的保險 就算有也好 是不便宜的 我那個醫藥保險 我昨天收到張單 哇 嚇驚我的 一年是 四位數字有多的 真的很重要 但是 你是 是不是每年可以 拿回這麼多藥 那就大吉利士 自己也不想 是吧 但是 給就一定要給 這些 現在 Farmacare 希望全民 收補 這個自由黨 和新民主黨 這樣有個法案 又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 已經有一件事 已經是吵架的了 就是有兩個省 只是現在 至少有兩個省 已經說 一個就是Alberta 一個就是Quebec 就說 我不參與 但是 著數我要 我就不參與了 我可以分到多少 你就給我錢 我 我對我那幫省民 是怎樣 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總之 你這個聯邦政府 要subsidize 這個 這樣的 Farmacare program 你把錢給了我就可以了 但是 我的省就沒有 不會用這一種的 這個program 是好是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是什麼專家 但是 起碼有兩個省就說 好與不好也好 總之 好處就先給我 錢就先給我 這個就是他們的態度 這個沒辦法 就是 你要做政客 是要做到這樣 才有人投票給你 你才可以坐得穩 有時候 跟你說一些 有一些邏輯的 argument 是說不定的 沒得說 這個民主社會 就要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就不是說 一搏取說就是 但是可以說一件事 起碼 今次的自由黨和新民主黨 拖著隻手 搭肩膀 整個Farmacare 不用只有early election 因為現在都算是multi government 小數政府 自由黨 拖著新民主黨 什麼黨都好 都反對不到他 所以大家還要等年多 起碼才可以有大選 慢慢來 這個 你幾年前這樣選 就是這樣 你要喊 是好是不好 是你自己找來的 今天講到這麼多